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I 一直以來很多人會問我眼妝是怎樣化 可不可以拍get ready with me 但其實我常常在下班晚上拍片 所以我的get ready with me仍然在籌備 我看看會不會在週末可以找一天拍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眼妝平時不是很喜歡用閃亮亮的東西 究竟是用了什麼產品可以上上去 或者打底的時候已經可以用什麼產品 令眼妝的眼妝閃亮亮的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說明我很喜歡買東西 這些閃亮亮的眼影產品也不少 今天就著重會說四個 這裡總共有七個 但有三個是我覺得不好用的 那有哪三個是不好用呢 就是colourpop的眼影霜 我覺得它太顯色了 你會看到它這樣畫已經是超顯色 然後把眼妝閃亮亮的 顏色會是一塊塊的 所以這個我就不太喜歡了 然後pure這個 我本身是預期它又便宜又漂亮又正的 不好用的 它畫了我的手 那裡是超稀的 然後抹了出來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它是不漂亮的 你畫了眼睛那裡 是連這個光澤感都沒有 你會看到它是沒有顏色 然後好像塗了一層膠水上去 你會看到這個 但是這個來遠望都是 沒有什麼光澤感的 如果你是用來打底 它又沒有顏色 如果你是on top加上去 它又會令到你的眼影變得一塊塊 所以這個我也不推介 然後我不太喜歡的 還有是3CE的這個 這個是我很新買的 然後我在counter試過的時候 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很閃 但是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的頭很尖 而且它畫出來好像膠水一樣 我再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它的閃粉是很不平均的 會看到一些火粒非常之大 因為它的質地如果放在眼睛中間 應該都還好 但是我看它本身的頭那麼尖 是打算放在下眼線這些位置 但是它的閃粉有些粒粒太大 就很容易有一點點刺眼 或者是入到我的眼睛那裡 就不太舒服 所以我也不算很喜歡它 然後我今天推介這四個閃粉眼影產品 有便宜的有貴的 全部都很漂亮 我自己是超級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又便宜的開始吧 便宜的就會有這兩個 一個是HolicaHolica的閃粉眼影霜 我之前很久了 去年的時候有朋友幫我在韓國買回來的 然後另一個就是Colourpop SuperShot Shadow 這個顏色就是AMAVE 我自己在這麼多個Colourpop的眼影裡面 最喜歡最常用 每一天只要想不到想化什麼妝 不是用來拍片的話 都一定會用到它 不知道大家今天看我的眼妝現在 兩邊有沒有分別的呢 我自己在鏡頭看又不是很大分別 但其實照鏡頭看的分別很大 我這隻眼是用了HolicaHolica打底的 你會看到它的閃粉也很厲害的 它是一個像Lip Gloss的棒棒形狀 然後你一畫下來 你會看到對比起剛才我不推介的眼影霜 它的閃是閃得很多 然後它不會完全沒有顏色的 它還會做到一個打底的效果 然後它的閃粉是很均勻的 很突出的 HolicaHolica這個 它總共出了四個顏色 我全部買完的 一二三其實差不多 而四號色反而是偏紅一點 所以有陣你 例如畫一些粉紅或橙色的眼妝 用來打底就會很適合 這個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的食力很足夠 它抓住我眼皮的能力很好 它不像其他那些 乾了 眼影粉好像一邊飛出來 它不會的 你整天眼睛都會保持閃亮亮 然後它很便宜 大約七十塊左右 一支可以用一輩子 我覺得 所以我也蠻推薦這個 如果你普通外出 或者沒有像我一樣 特殊喜好 超級明明的 這個閃已經很足夠 你平時用來用 看上去已經很精神了 而Colourpop的Amaze這個顏色 它不會像剛才那些閃粉霜一樣 有些火粒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珠光顏色 它塗了眼上 其實你會看到兩邊 它是不黃多樣的 它都一樣可以做到一個很耀眼 眼球很立體的效果 而且它是可以打亮你的眼皮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暗沉 所以打亮來說是很重要的 只要我塗了一層之後 眼皮已經馬上會不暗沉 很精神 然後畫一個很簡單的啡色眼影 就已經很漂亮了 我今天的眼妝其實非常簡單 這隻眼就是用HolicaHolica打底 然後畫一個深啡色的 blend眼線 然後這邊就是用Amaze打底 然後又是blend眼線 完成了一個又簡單 又有精神 而又不會浮誇的眼妝 還有Colourpop的 這隻Supershot Shadow 超便宜 它是5美元左右 如果有Discount 有8折 還要4元 即是3-40元 就會有一個眼影 超級好用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這個 Amaze的顏色 之後就想說兩個 會貴一點點的 都是專櫃品牌的 一個是Addiction的92號色 另一個是Stella的這個 顏色的編號是Wonderless 這兩個都是無敵閃 會閃到宇宙太空的閃 我就會示範在眼上給大家看 Stella這個也是閃粉眼影霜 它一畫出來 超閃 我給大家看得近一點 你會看到那種閃 是細緻的 然後它的閃粉是很漂亮的 所以它點在眼上 閃的程度是很浮誇的 你會看到我本身已經有閃粉在眼上 之後你會知道要點上去 看不看得到呢 你會看到它閃的程度 兩隻眼相差很遠 我現在是大小眼 它真的相差超遠的 它的立體感 然後閃力程度 但是它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火粒也很大 所以你用的份量 就要自己去調整 它不單放上眼皮會很漂亮 其實它放在下眼線位 會好像淚光一樣 楚楚可憐的感覺 那我又試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點了下眼線 你會看到我現在是超級無敵 大小眼 超恐怖 我不這樣去試 我都不知道原來分別是這麼大 你會看到這隻眼好像戳上去 然後這隻眼好像倒進去 我覺得很誇張 糟了怎麼辦 我真的還要拍多一段影片 我不要頂住這個眼妝 我好害怕 等我再弄一弄它 我現在覺得很誇張 這個效果 你會看到它兩邊 它的光澤程度真的差超遠 它是很閃的 然後這邊是普通眼妝 那真的很大分別 但是Stella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化開妝的人用 因為其實眼影霜這件事 它的份量要控制得很好 如果你不小心用多了 它會很刺激 因為它一劈在眼皮上 它就會很難去救 然後整個眼妝會毀於一旦 所以你要小心用它的份量 雖然它的效果是很厲害 很漂亮很閃 但是真的要小心點去用 所以我就有個比較安全之選 然後真的很漂亮 很閃 很高貴 那就是Addiction 這個92號的眼影 近鏡看上去 它也不是一般非常粉狀 但是它也不會是霜霜的質地 它會介乎兩者中間 然後它一畫出來 也是超閃的 Addiction這個 它的閃粉 也是很閃很漂亮的 但是因為它有點偏灰的關係 它不會浮誇地閃耀 反而它是會有水波光的效果 它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的 這隻眼我本身是用了Amaze打底的 我現在就加了Addiction這個 通常我都會加在眼球中間 我現在這隻眼就加了Addiction的閃粉 你看到兩邊其實都已經立體感出來了 比剛才會更加立體一點 然後會有閃亮亮一點 但是你會看到Stella這個 它是很高調的閃亮 然後這隻眼用了Addiction 它是會有那種水波的效果 其實兩隻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如果你說那天的衣著是活潑一點 然後青春可人一點 就會用Stella這個 如果那天我可能想穩重一點 斯文一點 但是眼妝又想眼影 我會用Addiction這個 兩隻我都真的超級喜歡的 所以今天就很想介紹這些 閃亮亮眼妝的產品和大家說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今天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平時眼妝閃亮亮的小技巧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Giveaway 很快就來到這個3000訂閱的Giveaway了 我2000訂閱的禮物都還沒發出去 就要拍這個3000訂閱的Giveaway了 有一位2000訂閱的Giveaway的朋友 你還沒聯絡我 記得去Instagram看看有沒有你的名字 如果你再不聯絡我的話 我就會再抽 3000訂閱當然有三份禮物 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憐 話說我覺得夏天、暑假這些旅行的季節 大家都應該都會出國的 或者不出國也好 這三套都是很適合大家用的 而且他們本身的價值都不便宜的 我自己也是國外的拿出來的 第一份就會有雪花瘦的補水套 裡面總共有5G travel size的皮膚 會有toner、serum、眼霜、防曬 大家都會知道雪花瘦的皮膚也很好用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滴滴色色很可愛的尺寸 有些人輕的觀眾都可以留言想要這一套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在無敵三落肌、中女的年紀 好聽些是輕熟型的肌膚的話 這一套就會比較適合你 它也是雪花瘦的 這個系列就叫做time treasure 裡面一樣都是有5G travel size 你會看到其實都不小的 都這麼大支 而且它的霜霜也是很大盒 都可以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盒眼霜 大家都知道我們去到這些年紀 眼紋、眼袋、眼圈、什麼都出來了 這一套就非常適合你了 如果你有興趣要這一套的話 記得留言 而最後我想應該會最多人搶 還有我自己最最最最國外的 就是這一套後的travel set 我覺得我送出來也有點不捨得 還有我有點想自己參加這個抽獎 這一套裡面一樣是有5G travel size的皮膚 一樣都是有Toner、Lotion、Serum、眼霜、面霜 大家都知道後的東西是有多貴的 它是貴到我自己都不是經常捨得買 我只捨得買它的避貼 那支是要1200元的 所以這一套 單價真的應該都挺貴的 其實我沒有算過的 我自己用我心目中的衡量 去告訴大家它們的價值 這一套又是很大支 而你會看到其實它裡面真的不小 我不是給那些1、2ml的大家 而且它們的重量也不算很輕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喜歡 或者會珍惜我的Giveaway 因為我自己都真的很國外的形式去送出來 這次的玩法和上次都是一模一樣 很簡單的 就是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T Heidi 留言說什麼都可以 但不要太隨便 不要太隨便 其實說什麼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譬如上次很多人都寫了很大篇很鼓勵的一些說話 然後會說到我有什麼可以改善 或者是有什麼地方你們會很喜歡看 我都覺得看得很感動很感動 所以我想繼續感動下去 而且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問一些問題 我會慢慢去儲一些問題 在5000訂閱的時候就會做一個50問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個list 在寫著我自己想說的東西 但是我發現和大家想問的東西 原來有一點不同的 所以想收集一下大家的問題 然後在5000訂閱的時候 就拍這條50Q&A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不同的小秘密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玩得開心點 看片看得開心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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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